第一次回到主编点新闻来和你关注第三则的焦点新闻 毛泊国会议员赛沙迪去年获判串谋失信 滥用资金洗黑钱罪名成立 法官认为判处他七年监禁 编持两下和罚款一千万利级的刑罚合理 法官阿兹万在昨天出入的判决书中就指出 赛沙迪身为公众人物深受年轻人景仰 因此他认为这个量刑是合理的 这里必须说明这是去年11月9号高庭的判决 并不是新的案件 那么在一年前同样的法官是基于辩方 无法在辩方举证阶段挑起合理的怀疑 做出了当时依然是Muda主席赛沙迪在四项 串谋失信滥用资金和洗黑钱罪名成立 所以要坐牢七年编导两下以及罚款一千万利级 这不是新的判决 因为我看到蛮多的朋友share这个新闻说 哇又是新的判决 其实不是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美丽的误会呢 是因为法官的书面判词才刚刚出炉 是几乎隔了一年 民众才读到法官的书面判词 目前赛沙迪他依然是国会议员 但是他的议员身份没有受到判刑的影响 因为这个案件还在上诉的阶段 对这一名前清体部长来说呢 他有两次的上诉机会 那么上诉庭还有联邦法院 所以他的司法途径是没有被耗尽的 当时赛沙迪的其中一名律师呢 就是郭宾兴 郭宾兴当时还没有受委为数码部长 所以他还可以成为赛沙迪的代表律师 那么如今他不能再成为律师了 因为他的工作是部长 我们来回顾赛沙迪他所面对的四项控状 根据控状受托保管的100万令吉之间 是时任土清团长赛沙迪 当时他跟拉菲克串谋失信这笔款项 他也面对一项指他在2018年4月8号到21号之间 滥用12万令吉选举现金的控状 两项洗黑钱的控状都指出 被告分别在6月16号和19号 在新山的一家银行将两笔源自非法活动的5万令吉 由他所持有的马来亚银行回交银行户口 转移至他所持有的土著信托基金账户 根据署面判词 法官认为目前有不少刑事失信 挪用资产案件被带到法庭 因此有必要向社会发出明确而且严厉的警示 表明法庭严正看待这个课题 然后呢 法官说塞沙迪他是一名公众人物 深受年轻人崇拜的国会议员 这点也被纳入考量当中 年轻人就应该树立好的榜样 那么法官也引述另外一个案件就指出 公众人物有义务为他人树立良好的榜样 因此有必要对塞沙迪采取更高的标准 不过呢法官指出法庭量刑时也意识到塞沙迪年纪还很轻 而且他是初犯 在这个年龄阶段被告还有很多的时间去认识并弥补自己犯下的错误 并且能够从中西取到教训 高庭在去年做出判决之后也欲令塞沙迪即日起入狱 不过高庭批准他在向上述庭提出上述期间 暂时暂缓执行刑罚 所以呢塞沙迪是不需要坐牢的 他在同一天就向上述庭提出了上述 他的罪名成立被判刑之后呢 就辞去了穆大主席的职位 至此他也开始沉浸下来 很少在媒体和公众视线内发现到他的存在 不晓得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呢 那么塞沙迪他曾经表示说 这个案件呢其实是政治提供来的 要对他进行政治报复 因为提供他的事情是发生在慕尤丁掌权期间 那么我们把时间点稍微往前推 喜来登政变期间 塞沙迪他没有跟随姆医丁跳槽到国盟 而是继续留着 之后呢他也没有跟随他的政治师傅 就是马哈迪过当到新的政党 就是斗士党 他反而成立自己的新党 就是穆大 那么这个案件对塞沙迪来说 大家都关注这一名政治猩猩 因为塞沙迪曾经是马来西亚最年轻的首相 对不起 是最年轻的部长 最年轻的这个部长 还不到30岁就成为了部长 所以当时他的政治前途是一片光明的 那么之后 小安登政变 新盟倒台之后呢 塞沙迪又面对了这个案件 然后罪名成立 现在他的形象已经受到影响 那么我觉得 以其关注他个人的形象 关注的呢 应该就是穆大的前景 那么穆大是由他一手成立的 那么穆大跟塞沙迪是画上等号 那么塞沙迪不在之后 他没有领导穆大之后呢 穆大的存在感也非常的低 对于穆大来说 少了塞沙迪 穆大依然没有办法走出塞沙迪的这个影子 那么穆大接下来 他要跟哪一个联盟合作 要跟西盟合作 要跟国阵合作 还是要跟国盟合作 这一点呢 都会决定穆大能否继续的走下去 今天的三则新闻就先和你聊到这里了 感谢你的收看和收听 也谢谢巨峰 下星期同样时间一起听懂更多 哎呦 刚刚讲 今天一直讲错话 一直一直咬到自己的舌头 OK 不晓得大家 你还有没有对 穆大新闻关注呢 那么穆大新闻 自从在去年11月当塞沙迪罪名成立之后呢 真的塞沙迪跟穆大的新闻似乎是少之又少 只有在今年年头 应该是年头的时候吧 有一则新闻是不小心的揭露出 答应是穆大的其中一名金主 OK 只有在那则新闻 大家才又想起了穆大 如果不是因为这个新闻的话 可能大家都忘记了 还有穆大的这个存在 那么穆大现在有一名国会员 还有另外一名州议员 他的州议 他的州议员 的州议席呢 是在 柔佛的 这个 幽景镇 OK 柔佛的 幽景镇就靠近JB那边 那么 穆大跟西门的关系 似乎可以说是 石破脸的 那么如果 在上次六周选举的时候 在大选的时候 那么穆大跟西门坐下来 有一个比较好的沟通的话 可能彼此的关系不会这么讲 当然穆大有他的想法 穆大认为说 我可以凭着我自己的这个势力 我自己的形象 来争取年轻人的知识 所以他在一些 议席上就跟西门打三角战 那么 也让西门丢失了 一两个议席 这一两个议席 如果穆大没有插上一脚的话 那么西门是可以赢得的 所以对西门来说 他不觉得 穆大能够帮他加分 反而穆大的出现 扰乱了他们的布局 对比如说对公亲团 或者是对 社亲团来讲说 穆大的这个形象 其实跟我们青年团 是非常相像的 没有必要再成立多一个政党 来分散原本就已经 不是很多的支持力 所以穆大你就解散吧 你就加入我工程党 或者加入我行动党 就可以了 不需要再多一个香炉 那么你多一个香炉的话 你的蛋糕也不够大 大家都没有把蛋糕做大的话 你就没有办法分的这么多东西了 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呢 就跟大家聊到这里了 下个星期一 同个时间 准备点新闻再和你分享更多吧 大家晚安 谢谢大家